由于在测试过程中频繁出现问题 美国空军已经决定 不会在原型射击阶段结束后 采购ACM-183A高超音速导弹 据美国防务新闻30日消息 美国空军负资采购的助理部长安德鲁·亨特 29日在众议院出席听众会时证实 美国空军目前不打算在原型射击阶段结束后 继续采购ACM-183A导弹 但仍将完成该项目最后两轮的试试安排 以为未来高超音速项目提供信息和测试数据 28日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证实 3月13日进行的ACM-183A第二次全速飞行测试 未能完全成功 当时肯德尔承认 该项目在测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 肯德尔还表示 美国空军将把注意力集中在该军中的 另一个主要的高超音速武器计划上 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美国空军原计划在2022财年开始 采购ARRW 但由于研发项目遭遇一系列失败 最终采购资金被转为项目研发用途 美国驱动网站称 虽然HACM可能比ARRW项目提供一些额外操作优势 但毫无疑问 ARRW计划的取消 对空军乃至整个美国军方都是一个打击 近一段时间以来 人们一直担心美国在高超音速武器开发方面 落后于主要战略对手 根据计划 HACM最早可能在2027年进入美国空军的采购清单 中国军事专家傅秦少 29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 美国在助推滑翔型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制上 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 在吸气时高超音速武器领域则落后于俄罗斯 现在美国空军考虑放弃助推滑翔技术入线 积极网于吸气时 但吸气时的超燃中压发动机 能否正常点火能否持续工作比助推滑翔型难度更大 附近少介绍称 美国是世界上率先研发高超音速导弹的国家 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领先全球 当时铺开的项目很多 花钱也很多 但没看到太多成果 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就被迫停止了 但在此期间 其他大国相继发力 成功研制出自己的高超音速导弹 并且开始裂装部队 美国被迫把原来的技术积累捡起来追赶 但目前并没有转化为成果 想追上中俄的难度还是很大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如今的美国在去工业化后 科研与工业体系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